大家好,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星期日凌晨,今輪西甲有場重頭戲 皇家馬德里助陣主場迎戰馬德里體育會 剛直播,到時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皇家馬德里近方相當出色,一舉斬獲各項賽事五連勝 其中兩場西甲實現零風 進攻和防守兩方面的演出相當出色 考慮到皇家馬德里主場戰鬥力強勁 今波當然是太好,皇家馬德里可以燒奧貝拿比奧球場 皇家馬德里最近狀態大好可以說是路人皆知 包括世冠杯、西甲和歐冠聯 他們都取得五連勝出色戰績 就算近期多數都不在主場作戰 但他們都沒有受到州居勞頓的影響 如今皇家馬德里回到主場作戰 勢必會在主場球迷面前展示一番 西甲方面,他們二十二輪聯賽取得十六勝三和三輔 目前排在西甲第二位 與巴塞羅拿有著一定的距離 意味著他們如果想爭奪西甲冠軍 就不能脫脫了 在進攻方面,其實也算是皇家馬德里最有力的搶分方式 全隊目前已入了四十六球 攻擊力在西甲當中 數一數二 球員方面 中間奔心馬雲尼COC 華為迪這些攻擊型球員盡顯賽華 華為迪上輪攻入一球之後 今季已有十二球進帳 其中包括七個西甲入球 據統計 華為迪是近十年單賽季入球數第二多的皇家馬德里中場 第一的就是詹士諾迪股斯 他是一四一五賽季入了十七球 至於上將逆轉禮物浦的歐冠聯賽事 奔心馬上二媒開二度 他亦創造了一項歷史 就是首位單賽季能夠在六項不同賽事當中 入球的皇家馬德里球員 另外 他們在今季的主場優勢相當明顯 前十次西甲主場出擊取得七勝三和 是西甲主場搶分第二多的球隊 主場入球效率甚至高於帶頭的巴塞羅那 有見及此 今季王家馬德里主場要贏球 真是應該沒有難度 陣容方面後衛 費蘭特、文迪和大衛阿拉巴都是因傷缺陣 另一邊 馬德里體育會2023年以來 一直保持著穩定的狀態 當中十場比賽在法定時間內 取得六勝三和一虎 輸球場次就是西甲零比一 不敵巴塞羅那和西班牙杯半準決賽 加時不敵王家馬德里遭到淘汰 雖然在戰績上來看 狀態都較理想 但馬德里體育會在這十場比賽當中 單場攻入兩球或以上的場次只有三場 與王家馬德里相反 防守才是馬德里體育會的贏球關鍵 馬體會在西甲的失球數和王馬都一樣十七個 防守水準持平的話 進攻就成為兩隊直接對話的關鍵因素 但馬德里體育會進攻上 是沒辦法比美王家馬德里 以摩拉達基斯文為進攻核心的馬體會 一共是西甲入三十一球 與王家馬德里有十五個入球的差距 可以看到今將馬體會的進攻 很難威脅對手 加上馬德里體育會在王職方面 很難有什麼優勢可言 近五次各項賽事面對王家馬德里取得兩獲三符 最近一次西甲作客贏王家馬德里 已經是2016年2月了 今季雙方在西甲與西班牙杯交手 馬德里體育會都是未嘗勝職 看得出他們已經遭到王家馬德里壓制了 更加不利的是世界杯冠軍成員 迪寶羅尚倫是因為有傷病影響 今將無緣上陣挑戰王家馬德里 馬體會的中場冷截保護 與前場輸送能力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今將他們作客真是兇多吉少 陣容方面後衛列基朗都是相缺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